别的爱好方面有很多相逢 所以关系就比较好 是这样 就是说志同道合了 对对对 是志同道合还是情投意合 就是简单的情绪爱好 那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她是一个哥们一个男的 怎么可能 深夜聊这么远 怎么是男的呀 我都跟你说很多次 她就是一个男的 男的聊成内呀 这默默搭那么恶心的话都说 你觉得我女朋友尊严放在哪啊 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面 打过电话吗 没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她是男的 因为我从这么长时间 聊天方式性格分析里边 而且她的说话一些语气 我觉得她就应该是个男的 你觉得我是吗 你俩聊的午夜情话 你的跟那个什么似的 我觉得你们女人有女闺蜜 我们男人应该有男闺蜜 男的和男的会亲吗 会摸摸答吗 您看她穿的这个 那个脸比我都 就是天天敷面膜敷的 敷面膜怎么了 每个人都有保养的权利啊 你为什么不吃饭实说呢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已经解释很多遍了 你就让这个网友出来 你要想怎么选择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得还我一个清白 我不想跟人 就傻子似的这样 耍着玩好吗 因为一个好哥们 自己和女朋友吵成这样 你索性为什么把他 拉出来吃个饭 聊聊天不就全明白了吗 你干嘛一直要藏着呢 因为我觉得我怕 我的朋友会误会 觉得我女朋友小心眼 我觉得因为这点事 放大了不值 那到底是朋友重要 还是女朋友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从不同的性质上 可以区分 那我问你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能从明天开始 不跟那个人聊吗 我觉得应该 没有这个必要吧 老师 我也不会离开他 我也不会丢下我的宝贝 那我现在从语言上判断一下 我是做心理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你回答得很快 他是个男的 是个女的吗 不是 他是个男的吗 是 你这么快地回答 就告诉了我 你在撒谎 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这样回答 之前我还觉得 他有可能是个男的 当你解释之后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你说实话吧 他就是一个男的 老师学心理学的 老师都知道 我跟你说 今天要那个网友 他不出来 咱俩只能分手 我不想心理有个子 这事对我来说太内容了 我都父母什么的 你怎么对了几大妹啊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当时父母 不让我跟YD在一块 我又觉得你心里 你心里能找我 但是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还要跟他聊 那你跟我在一会干什么 你两个都想要是吗 虽然信用坚持 与自己聊天的是一位男性朋友 可是小妍仍然认定 神秘网友身份叵测 那么 在小妍的强烈要求下 神秘网友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刚才编导说 有一个神秘人物打电话来到现场 她已经在第二现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的那位男闺蜜 你觉得有可能是那位男闺蜜 怕了吧 我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们聊聊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他怎么是个女的啊 辛哥好 他叫辛哥 真恶心 我都没这么叫过你 他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我那个朋友 什么朋友 是你每天晚上聊的那个吗 我就是因为害怕你这种脾气 所以我一直不让他告诉你 那你就骗我呀 请问一下人家是干嘛来 您是哪位妹妹 您好 我叫蒋真 我是辛哥的王军 蒋真 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这来 我今天来这 因为我 我跟辛哥性格 还爱好上都特别像 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结了婚吗 没有 如果辛哥是个 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会喜欢他们 辛哥他就像一个 大哥哥一样 你别说了 你带着墨镜干嘛 你站出来说 好吗 你这样什么意思 在背地里不会被人祝福的 你不明白吗 小爷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 谁是你小爷 谁 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叫我却恶心 你冷静一点行吗 我冷静不了 你要是我 你也不会冷静的 我和辛哥 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的不信 我真的不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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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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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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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